手机的密码忘了,可以无损的清除密码吗? 当然可以 手机密码忘了,大部分人会直接拿到维修店去解锁 要花几百元一次不说 更重要的是,手机里的数据就保不住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不损伤数据直接清除掉密码的方法 其实只需要几个简单的ATB命令就能无损的清除密码 不仅可以保住手机里的数据 而且自己看完视频就可以会操作 下面给大家讲一下具体怎么操作 感兴趣的话可以收藏点赞本视频 首先因为现在的手机如果没有密码的话 任何操作都是无效的 包括关机都是关不了的 所以我们需要在电脑上对它进行清除密码的操作 我们要准备一台电脑 还有手机的数据线 手机的数据线要备好 首先第一步用数据线把手机和电脑连接在一起 然后在电脑上去找一个ATB工具 下载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压缩包 我们先把它复制到C盘 复制到C盘之后 我们用鼠标右键点击它 然后选择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这样C盘就多出一个ADB的文件夹 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接着咱们要在电脑键盘上同时按下Wing加2键 Wing键就是我现在手指指的这个键 带Windows窗口图标的这个键 字母2键就是这个字母2键 我们同时按下去 这样在电脑左下角会跳出这样一个运行框 我们在这里面输入CMD三个字母 然后点确定 这个时候电脑会跳出命令的输入框 我们先输入第一个命令 让手机和电脑建立ADB连接 我们输入ADB三个字母 然后点回车 它刷出这么多一行 很多行的字母 就代表已经建立了ADB连接 这个时候电脑就可以通过数据线来控制手机 紧接着我们还是在命令行里面输入第二个命令 ADB Shell这个命令 大家如果记不住可以收藏一下本视频 这个命令的作用是强制手机打开USB调试模式 如果得到这个符号的反馈 代表手机现在已经打开了USB调试模式 然后这一步我们就可以直接输入清除密码的指令了 这个指令是RM 是小写的RM 然后加一个空格 PASSWORD PASSWORD 然后加一个点 加一个KEY 输入完成之后 我们点回车 点完回车 跳出警号键的反馈 代表已经清除成功了 最后咱们再输入一个让手机重启的指令就可以了 输入REBOOT 输入REBOOT 然后点下回车 这时候我们发现手机已经自动重启了 已经开机了 我们直接滑动一下 发现已经没有了密码 输入REBOOT